凯米台风看起来是来势汹汹了 而且你从气象局最新的这一条 显示路径预测 你就可以发现 现在整个登陆的几率大为增加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从东北角插边而过 然后插边从基隆北海岸这样过去 所以现在这个路线来说的话 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定案 因为虽然世界各国的看法 逐渐的趋于一致 可是有没有机会变成是西北台呢 有没有机会是登陆宜兰呢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几率都是存在的 而我们来看看 现在整个凯米台风 因为缺乏了导引气流 因此它行进的速度非常的慢 每个小时只有四公里 但是随着它慢慢的往台湾靠近的时候 太平洋高压一导引它 接下来的速度就会变快 以现在的这一张路线预测图 您可以发现整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呢 最明显就在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 因为靠近台湾最近 风雨的影响也是最明显 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凯米台风逐渐就要远离了 所以呢 接下来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了 从影响时序当中呢 我们来看到事实上呢 整个凯米台风它的云气范围非常的广 那么呢 这一张图是从呢 这个国家灾防中心 以这个中央气象局的路径图 还有呢 暴风圈的大小 来做呢 这样的一个呢 时程的预估 那么你可以看到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 还有行进的方向不变的话 礼拜二也就是明天 明天呢 差不多呢 午夜也就是呢 在晚深夜11点的时候 那么暴风圈就会开始呢 接触到台湾的海景线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气象署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就在今天晚上的11点钟了 那么第二个时间点就是 暴风圈什么时候出路 那么你如果按照这张图来看的话 差不多是在礼拜三早上的6点钟 暴风圈就会接触到 宜兰花莲的陆地 那么因此呢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点 那么路上台风警报发布的时间 就会是在明天傍晚 差不多下午到傍晚这一段时间左右 那么另外呢 整个暴风圈笼罩最多的时候 又是什么时间点 您可以看到 就是在礼拜四的凌晨 差不多1点钟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哦 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台湾 都是笼罩在 凯米台风的暴风圈范围底下 也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在问说 会不会放台风架 这一次凯米台风 的确有放台风架的可能性 那么到底风跟雨 什么时候是最剧烈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看了 这个礼拜的天气 几乎都跟凯米有关 尤其礼拜三 礼拜四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明天来说的话 今天是外围沉降 所以非常的热 超级的热 因为三峡出现了 40.4度的高温 可是明天是外围环流影响 因此明天从下半天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 尤其东北部 陆陆续续就会有一些 间歇性的降雨 越晚风雨的情况会越明显 明天的中南部都还没有影响 都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可是礼拜三台风就开始逐渐的暴风圈进来了 因此受到台风侵袭的影响 北部跟东半部风雨的话 在礼拜三就已经影响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大了 那么中南部来说 到了礼拜三的晚上 风雨也会逐渐的增强 那么尤其在山区的部分 已经不排除会有大雨甚至好雨的机会 礼拜四这一天您可以看到就是暴风圈 这个笼罩是最多的时候 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都会有大雨 豪雨甚至强风 尤其山区的部分更是要严加戒备 到了礼拜五台风远离 虽然北部东半部雨缓了 但是西南风影响 中南部还是会有大雨或是豪雨的 所以最后熟丽整理了几个重点 一定要赶快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半 海景就要发布了 明天下午路景也会发布 那么礼拜二的时候 北部东半部风雨增加 而且明天注意开始有长浪 海边海上活动就要静止了 礼拜三的话是北部还有宜兰 风雨最大 那么到了礼拜三的晚上的时候 中南部风雨也会逐渐增强 因此趁着今天到明天的这一段时间 大家呀赶快做好房台准备吧 时间交给雨淑咯 原来今天晚上可能就有海上台风警报了 所以您看到了新闻之后 可能也打算赶快先去卖场买些东西 没错 现在他们看准了商机 赶快设了一个防灾专区 手电筒医疗用品统统丢进购物栏里 台风凯米逼近民众想存粮存货 卖场看准商机增设防灾专区 想要什么这里应有尽有 卖场业者也准备了这款台风必备的收音机 许多民众都会先买来在家里备着一备 不时之许 停电的时候可以透过收音机了解台风动向 盘点卖场防台区清单除了矿泉水干粮 如果怕停电也有电池手电筒急救用的哨子 甚至还有收音机工地帽医药箱也是今年特别进货 电池嘛电池 然后手电筒应该家里本来就有了 可能会有照明的拉烛 然后或者是如果会热的话 就是USB的电风扇 应该就会事先就是把行动电源充饱 这样倒是没电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拿行动电源来充 今年多了大概有两成 然后今年准备了最常温的那个医药箱跟酒精 台风前夕防台小物买气增加 消费者开始备战 不过如果一不小心囤太多 尤其是食材放久了就怕坏掉 可以靠这一招 真空棒对准带口上的凹槽 空气立刻就被抽出 不少人家里必备的真空包装机 可以让食材保鲜延长保存 不过得注意没有空气不等于没有细菌 有些菌是不喜欢氧气的 像是肉毒杆菌这样的一个厌氧菌 所以民众在吃包装食品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加热完全 就是90度C至少加热10分钟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肉毒杆菌给杀死 享用真空包装机 养师提醒使用上得留意 室温别放超过一个小时 确实加热 避免细菌吃下肚 当森讯学医助温友莲在台北市采访报道 就是因为台风要来了 如果你车子停在堤防万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台北市政府已经宣布 疏散水门的时间 是从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开始实施 只出不进的管制 而且明天晚上八点就会开始执行脱调 我们新义区陈区长 来报告一下相关准备的工作进度 蒋万直冲在汉印变中心 召开因应凯米台风的第一次准备会议 第一个就点名新义区 看来淹水的经验 他是真的担心但更怕的是 二零二年百林桥下泡水车的惨况出现 也因此最快二十三号水门就会指出不进 相关的通知是安排今天会先预为通知 我想我们就预先告知民众 水利处目前推估会是在明天二十三日的下午四点 来执行相关的全市的疏散门指出不进 这回水利处提前一天发布新闻稿 毕竟适逢天文大潮水门一定得关 也好让民众多点时间准备 不过让蒋万安更小心谨慎的 是日前七月十号信义区南港区淹水的教训 就是因为垃圾堵住了东西大牌 导致无法排水所以淹水 然后也有机动小组的成立 分流排水的工程包括五星街虎宁街 我们都会进行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借由上次的经验 特别再次来视察在台风来之前 希望能够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 积极预防公务局一大早开始 就出动人员机具来修剪树木 午后也趁着天气好赶快来清理水沟 但到时风大雨大 台北市有没有可能放台风架 但这两天趁着暴风雨前的宁静 不妨赶紧做好防台措施 为了备战凯米台风的侵袭 其实现在在台北市12个区公所内 全部都已经备妥了非常多的沙包 这样民众你有需求就可以赶快来领取 其实各个区公所周末是积极备战 一共准备了2万包沙包 毕竟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多一点准备少一点灾害 东西新闻陈湘宇苏始捷台北报道 好 视频观众朋友记者 目前所在的位置就在基隆港口 我们知道现在凯米台风 持续逼进台湾当中 加上现在适逢年度大潮 很多人就担心说 这个海水倒灌 会不会又再次发生 不过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 目前基隆港的海水的舍位 是没有明显的升高 最主要的原因现在是属于 涨潮系中的退潮期 所以舍位没有明显升高 那么下一次满潮是什么时候 我们带你从图表来看一下 现在是下午时间 刚好是处于干潮期 而下一次满潮的时候 就在晚上的11点 而周二周三就要特别当心留意 因为台风就会逐渐靠近台湾 所以包含早上8点 晚上的11点 以及礼拜三的早上9点 到隔天的凌晨的12点24分 都是满潮期 观众朋友要特别当心留意 不要在满潮期的时候 到海边或是港口来从事活动 那气象鼠也预估了 包含在东北海 包含是新北 基隆 宜兰 以及南部的台南到屏东 都要留意会有这种海水道观 甚至低洼地区会出现 激烟水现象 提醒民众都要做好方台工作 以上是我们在基隆港的最新观察 时间将会给棚内 就四个一台稍微往前 知道吗 谢谢 不然后面会没有喂 就怕困在岛上回不来 绿岛南辽渔港 已经有不少游客搭船离开 船公司也加开载客 开明台风来势汹汹 最快星期一深夜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星期三 星期四 暴风圈最接近台湾 预估会达到中台上线 不排除发展成墙台 以最新的路径上面来说 又稍微的往台湾的陆地这边 修正了一些些 因此我们预计它可能是在 24号深夜到25号上半天 这一段时间中心会相当接近 台湾北部的海岸线 那不排除当中 可能有登陆的机会 过去几个小时 开明台风预测路径 各国都不断稀修 也更靠近台湾 日本气象庭已经预测 中心会登陆台湾 气象署最新一报也预测 中心会从东北角登陆 再朝西北方向远离 人不排除 又成为西北台可能 目前的路径上来看 已经相当接近西北台的路径了 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就是整体台风预报它还是有可能 会有一些偏南或偏北的摆当的现象 暴风圈的侵袭几率 除了南部地区外 都在受影响的暴风圈范围内 苗栗以北 花林以北 八个县市 几率都破九成 换句话说 都有可能达到停班停课标准 而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台风逐渐靠近 首先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宜兰跟花莲 风雨会逐渐的增强 在礼拜三这一段时间 虽然凯米台风接近 星期二台北宜兰花莲 越晚雨越大 星期三 星期四紫暴 北部中部宜兰 明显强风豪雨 星期五改垂西南风 中南部山区 也会达到豪雨等级 台风步步逼近 预测路径不断西偏 强风骚雨巨浪 恐怕会更加显著剧烈 设置连中南部也不能轻忽 东西文生活中心 在台北采访报道 农民忙着处理 金黄色果皮的上将梨 称重 分类 包装 一颗颗放在保力龙板上 准备出货 这是在宜兰三星 每年六到八月 是上将梨的采收期 不过凯米台风步步逼近 果农也赶紧采收成熟的上将梨 果农也说 还有不少未成熟的果实 还在树上 虽果农赶紧用白布 将果实包起来 并以铁丝产颈 以免甜美多汁的上将梨 损失产重 另外花莲玉里的西瓜 也是许多老饕夏日的首选 更有不少人会直接到玉里 将大批西瓜抱回家享用 不过台风前夕 玉里西瓜农 并没有提前抢收 这次雨水比较少一点 所以生长的速度 没有很好 生长的情况没有很好 花农也说 目前西瓜长得不够好看 反而希望如果台风要进来 风不要太大 多带点雨水 才能让西瓜长得更加好看 东西我黄一鸣 汪杰宁张永永 花莲报道 好 赶快要来关心 凯米台风步步进逼 对于台湾的影响 我们把时间交给淑莉 好的 文华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凯米台风可以说 是今年第一个 侵袭台湾的台风 而目前海面上 我们要特别用 向日葵的卫星云图 来看一看了 目前海面上两个台风 一个就是三号台风 凯米它的范围 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大 这么大 你可以看到整个云系 相当相当的广 而现在事实上 它的结构 还在整合当中 台风中心在哪里 目前的定位 台风中心就在这个地方 而整个云系范围 非常的大 那么再相较于 凯米另外一个台风 叫做巴比伦 所以就小很多 而且巴比伦 在清晨已经登陆到海南了 对台湾没有影响 而且接下来 很快也会减弱 所以要让大家 特别小心的 就是这个凯米台风 到底会怎么走 目前的最新动态如何 我们就赶紧透过 气象署最新一报的 浅势预测图 这是气象署 八点最新一报的 浅势预测图 跟之前两点的 浅势预测图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就是 它的路径更往西偏了 现在整个路径 你可以看到 已经是擦边台湾的陆地了 所以按照这样来看 其实凯米台风 它登陆的几率已经是大为增加 目前气象署最新是擦边 但是气象署也说了 因为它的关键就在于高压 太平洋高压的几线 所以这一报可能是擦边 下一报有可能再偏离台湾一点点 所以每一报的情况都会不一样 那么不管擦不擦边 我们先来看看它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 它现在就是在台湾鹅鸿鼻的东南方 690公里的地方 行进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 每个小时7公里8公里的速度 朝着台湾东北部的海域来靠近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 跟这个速度不变的话 那么预计它在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 是风跟雨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剧烈的时候 礼拜五其实就准备远离台湾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 那么世界各国也认为会像气象署降吗 我们就要来看 事实上现在世界各国登陆的几率 你可以看到日本气象厅 从头到尾认为凯米台风 其实是会登陆台湾的东北部甚至北部的 那么在美国的部分是认为不至于会登陆 那么现在凯米台风是往北走 接下来就会往西北的方向来走 这个转西北的角度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最主要来看的就是太平洋高压 这太平洋高压的极限如果再强一点 往西再推一点 那么就像刚刚气象署最新的这一报 已经开始插边台湾的基隆北海岸了 那么如果再强一点 当然就有机会登陆东北或者是北部陆地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都会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但是不管登不登陆 事实上整个凯米台风 对于台湾陆地的影响都已经在所难辨 因为在礼拜三尤其在礼拜四的时候 几乎整个三分之二个台湾都会大陆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底下 所以接下来这个影响时序 我们就要来告诉大家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如果按照现在凯米台风的速度来说的话 那么预计在礼拜三凌晨两点钟 整个暴风圈就开始接触到台湾的海上的警戒线了 所以再进一步来看 什么时候暴风圈会接近到台湾的陆地 以目前这一条路线来看 事实上在礼拜三的九点钟 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台湾的东半部陆地 到了礼拜四也就是影响最为多 也就是整个暴风圈触入范围最多的 那么就是在礼拜四凌晨一点钟 您可以看到几乎超过三分之二个台湾 都会是笼罩在凯米台风 它的暴风圈范围底下 所以熟丽就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天气几乎都跟凯米台风息息相关 今天礼拜一有外围的沉降 所以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事实上温度都很高 36、37度的高温 那么今天午后雷震雨 主要是在山区 尤其南部是降雨的热区 从今天深夜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外围环流开始逐渐影响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 这个雨就会降雨越来越明显 明天来看的话 越晚降雨的情况会越剧烈 到了礼拜三跟礼拜四 就是整个台风的影响 那么不仅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甚至在礼拜四 整个风向影响了关系 台湾在北部海面 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各地的山区 都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不排除会有豪雨左右的等级 甚至山区的部分来看的话 会有豪雨以上等级 那么因此我们特别提醒 山区无论如何 要小心警戒 到了礼拜五 台风逐渐的远离 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但是因为西南风 所以中南部还是不排除 会有大雨到豪雨等级的情况出现 因此最后树立再次提醒 在今天到明天这一段时间 趁着空档台风还没来的时候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时间交给文华了 好 台风还没来 不过高雄迹京还有屏东东港 上午因为海水大潮 好几个低洼地段出现 海水倒灌的积水灾情 现场连线给记者林炫军 炫军 好的 主播 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明明是大晴天 但博游路上却出现 大面积的积水 居民只能把裤管卷起来 穿拖鞋涉水 经过街道行走 或是进到市场里面买菜 那车骑过去也都看到 可以见起真正的水花 这个地点是在高雄 骑兵的杜轮站附近 那可以看到港边 其实海水是不断涌进 上面的陆地的 那机车轮胎也是泡在 海水里面的 那这个是因为 每年的这个时候 大约农历的6月15左右呢 就会因为大潮的关系 南部多个沿海地区 都会因为地挖地段 再加上大潮海水倒灌的 出现的景象 那去年的这个时候 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 甚至还发生有租车行 因为海水倒灌 海水流进电力 那海水是触碰到 这个放在地板上的 充电电池短路 而发生火灾的一个状况 不过今年虽然没有像去年 超级月亮这么夸张 但是还是给当地居民 带来不少的麻烦 那其实呢 那另外一边也可以看到 在屏东的东港这边 有民众也是因为 海水倒灌的关系 涉水就是走到超商去买东西 那其实再加上这个礼拜 有台风海米可能会带来 一些可观的雨量 当地居民也相当担心 就怕大潮加上台风 会让这些沿海的地瓜地段 淹成一片汪洋 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想办法来改善 那这边也提醒当地的知名 如果经过涉水路 积水路不断 那一定要特别留意 放慢车速 小心打滑 以上是我们在这里 掌握到的今天消息 将时间进行投降 给朋友们出播 好 另外说到台风来袭 之前很多人 因为预期的心理 可能菜价会上涨 而目前蔬菜类的价格 有没有出现变动呢 我们连线给记者蔡俊麒 来告诉大家 俊麒 好 周波各位观众 大家早安 今天是礼拜一 所以菜市场修饰 但是我们今天 还是来到虎林市场 就是要帮大家关心一下 因为台风 近期是有逐渐 靠近台湾的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非常关心的 就是在菜的价格 到底有没有会调涨 或是台风比较逼近的时候 菜的价格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其实在先前一波的 这个菜价已经有调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先前有一波大雨 那有时候下雨 有时候晴天 所以这个价格已经 是有被拉抬过一遍了 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最近台风 逐渐比较靠近的情况之下 到底菜价 菜的价格会不会有影响呢 我们今天要来问一下老板娘了 老板娘早安 老板娘我们想跟你请教一下 台风来 那最近的这个价格会有异动 也许会有异动啦 只不过这个菜价之前就已经涨了 那之前涨的原因就是每天不是下午都暴雨暴雨 然后之后半天是大晴天 那淋雨过后的菜在太阳一晒就烂掉的多 所以那时候菜价就已经涨了 已经涨了两个礼拜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价格要 是不是会调涨要等到 比如说明天开市之后才会比较明朗 对那个实际上会不会有台风效应 或是民众那种存机的心理 要明天才看得出来 今天看不出来 可是今天的菜反而比前上个礼拜还要回落一点 上个礼拜平均一斤可能要五六十块 今天差不多四十几块而已 所以是还好 只是有部分的菜 就是因为它们季节的不同 像冬天的菜像蒜苗 还有牛番茄那些 好那可以听到根据老板娘的说法 其实有些季节性的菜会比较贵一点一点 但是其实如果要考虑到台风 是不是有影响到菜价的话 可能要等到明天 也就是礼拜二开市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明确 那民众近期还是可以多注意菜价 以免这个荷包会要多掏一点钱了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还给棚内 翠绿山壁在经过地震之后 全都变成光秃秃的样子 满满的土石滚落 而旁边就是马路 驾驶经过相当危险 山脚下的大型机具都还在不间断的开挖 尽全力抢通 再继续往下看 当时受溪水暴涨的铁路也还在修复当中 四周都只剩下沙石 这里是花莲台九县164公里处 经过0403大地震过后 土石松软 一下是土石流 又是列车出轨 还有落石砸钢轨等等事件 如今台风将近 实在难免让人先驾驾 就怕会再度出现类似意外 这次交通部也要求铁路公路要做好灾前准备 这次特别针对落石告警系统监视器的强化 预计在灾害路段沿路加装20组的监视器 并且24小时轮班监控 达成即时状况通知和零机应变指挥 这会台铁公司规划进行铁公路联防 要分别在台九县164公里 台九丁65公里处 增设即时影像监视器和土石流告警系统 画面让铁公路都可以即时共享 而在台八线183公里处左右 预计在年底前长春祠以东路段可以修复开放 结果进度超前 原定10月完工的福德祠路段边坡 也可以提前在8月中旬完工 另外应应台风公路局强调已经预备空货和12公尺的战备钢梁 运到花莲当中万一强降雨造成路基缺口落石等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抢修 同时也将在下周台风行程前将土石流可能路线清空减少灾害 这次台风将近所有人统统处于备战状态 避免台风酿成灾害再度引发意外 董事新闻 黄一鸣 吴若萱 何云婷 花莲报道